距离NBA新赛季开始越来越近了,大家有没有感到很激动? 没比赛的日子就像一杯白开水,随着时间推移,NBA的消息也是越来越多。 这部,两小时不到,连忙又传来三条新消息,马斯接连持续三人,太阳队又有新动作,唐斯不给予与森林郎许约,下面就带你们具体看看。 据NBA记者Jeff Garfield报道,马斯近日是选了休斯蒂斯,杰拉德亨尔森以及约是麦克罗伯茨三名球员。 休斯蒂斯今年26岁,身高两米,上赛就为雷霆出战69场比赛,场局贡献2.3分2.3篮板。 此外休斯蒂斯防守强悍,是斯坦福大学历史上的盖冒王,他在2013-14赛季,送出619次盖冒,把自己生涯总盖冒数,提高,到了190个。 随着伦纳德的离开,马斯需要的是这个,亨利森今年30岁,身高1米96,他上次在NBA效力,要追溯到16-17赛季,当时效力于76人,平平淡淡的职业生涯,好在出众的身体天赋为他加分。 迈克罗伯斯今年31岁,身高2米08,上赛季效力于独行侠,但在赛季中期被球队踩掉了,如今他是自由球员,马斯能否给他一个机会,我们拭目以待。 根据美媒Industry报道,太阳队遇见下自由球员马里奥查尔莫斯,去年他和灰熊签下了一本一年的部分保障合同,只不过目前又恢复了自由身。 太阳队前几天,送走了两名球员,目前队内仍有空间可以牵下他。 上赛季,马里奥查尔莫斯为灰熊出场66次,场军期点起分2.4篮板3助攻1.2场段,而之前有消息称,太阳正在努力寻求交易,得到一名优秀的控卖。 他们追求过的有利拉德,凯发沃克以及罗奇尔,从结果来看显然未见成果。 GNBA名记Briane Wynhorst报道,联盟消息人士透露,森林郎与唐斯的提前续约谈判还未谈妥。 如果唐斯提前续约协议,他将获得5年1.581合同。 Briane Wynhorst还表示,唐斯最终将会和森林郎签下提前续约的合约,他可能会决定签下一份3到4年的合同。 这只是时间问题,本文为投票号作者原创,三字抄袭后果自负。